但是你想了 今天讲这个目的并不是在吹捧或者是推销 大家去照辐射吧 反正说我们对辐射惧怕的理由 其实基本上是错误的 你刚刚用了20% 我想你只是低辐射 对人的有利的状况 其中之一 至少其中之一就是它可以 有这个可能性增加人的寿命的20% 我这个说法对不对 对 这个就很吃惊了 世界何能发展 就是说此刻像一个巨轮 在往前及时走得很快 而台湾不在船上 它的意义在哪里 低辐射不但不会造成癌症 它会促进身体健康 这个是现在美国这六七年里面 大肆形式的一种研究工作 为什么 这个数字已经出来了 什么原因不知道 你就可以推测很多原因 学理上的 这个物理上的 医学上的 你可以推测 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研究 不知道原因 只是知道从数据上 它有这个事实 低辐射 它有很多的意义 第一 我们人类目前措施良机 没有受到低辐射 所得到了益处 第二 我们目前为止 法规上限制我们 在有辐射的环境下工作 我们的法规 是不是太严格了呢 所以此刻 美国有一个叫做百万人计划 美国在六七十年里面 在辐射环境的工作者 刚好一百万个人 包括了能源部 国防部 在所谓医院里面 他们都有接受到 某种辐射的一些情况之下 这数据都存在 于是美国开始 大规模的来就说 第一 有没有这个 因为低辐射 而造成这个 增加健康的这种形形 第二 要多少 第三 我们现在法规要怎么改 OK 它的学历是什么 一连串的问题 要开始问 就在半年以前 美国的叫Academy of Science Academy of Science 叫做科学院吧 也发表白皮书 我们要花大笔的字 来做这方面的研究 很明显的 我们措施良机了 我们要好好的研究 因为我不愿意把核能跟政治 并为一谈 而很多政治家把这个核能跟政治混在一起 但是我要提的讲 所以呢 川普总统大概在 他还在位的时候 他就下令说 你们这些人搞什么鬼啊 知不知道答案 不知道答案 你们在干嘛 也没干嘛 他就下一个总统命令 所以你说你要搞清楚 有没有因为低辐射而 而这个产生的这个医学的效益 所以在我的书里面 我也讲了这一段 我可以预估在20年以后 或10年以后 将来这个各种防疫症里面 你还说会加一个加什么 加一个来点辐射吧 因为另外一个我还没有开始讲到的 就是说 好 你这些232个人 不但没有得到癌症 就7人得到癌症 那么你这些该得到癌症 没有得到癌症 他的健康情形怎么样 数据上显示 他可以长期20% 最高到20% 这个是一个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最高到20% 什么的20% 比如说 你本来可以活到80岁 你现在因为这活到100岁 这是大概一个数字 大概概念 这个数字 是在大概两年前 还是三年前 美国荷能学会的一个月刊里面 发表的篇文章 它是个总整理的文章 OK 我现在讲的所有的故事 都在我的书里面 我的书里面 并没有 推销任何的概念 我只是 存了很多事实 把很多的这个文献 呈现大家去 大家可以去 OK 我要做一个总整理 不然的话 我这个自己就搞不清楚了 好 到目前为止 我所听到你 就是说 辐射 会 造成 Cancer 但是 低 程度的辐射 反而对身体有益 对 第一点 第二点 你刚刚用了20% 就是低 我想你指的是低辐射 对人的有力的状况 其中之一 至少其中之一 就是它可以 有这个可能性 增加 人的寿命的20% 我这个说法 对不对 对 对 这个就很吃惊了 到目前为止 你跟我讲的 就很吃惊了 因为 至少 比如说我们这一代 我们二战之后 长大了这一代 对不对 我们看到了原子弹 甚至是我们在 1940几年的时候 现在消息出来 美国那个时候 在适应原子弹的时候 那些小岛上 那些居民 都是Cancer 对不对 很多是Cancer 然后美国在各种战场上 使用的这种 也是辅射性的 但是不是核弹 是辅射性的一些武器 在当地的居民之中 对 中子弹 中子弹 或者我们叫平右弹 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都在战场上 有很多的这个报告回来 说当地的居民 有生小孩 是其形的 有得这个Cancer的 因为他们超标 他们得到辅射性超标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回来 我再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在你刚刚谈话着 做一个小小的 像我们听起来 可能会更进入状况一点 辐射并不完全一定 对身体有害 低微程度的辐射 反而对身体有益 那些因为辐射而造成的 病害 其形而而 这些Cancer这种种 都是在强力辐射的影响之下 所产生的结果 对 有一个有一点 就是说 这个问题可能对你来讲 不是公平 但是你可能已经知道答案了 就是这个分界点在哪里 我们现在知不知道 大概知道 但是我不愿意讲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比如说科学院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要好好的把这个分界点找到 找到科学的基础 把这个分界点找到 我可以预估告诉你 为了达到接受低辐射剂量 所产生的医学上的益助 我们要有很多科学的研究 才能够确定我们有很好的立场 科学立场来说 你每天平均一个人 每天最好照200张X光 或者是500张X光 作为他的这个科学基础 来做这样的建议 但是你想到 今天讲这个目的 并不是在吹捧或者是推销 大家去照辐射吧 而是说我们对辐射惧怕的理由 其实基本上是错误的 第二 我们还是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必须要以科学为基础 而追踪下一步 怎么样让辐射达到正确的医学利益 我想我再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辐射这东西不一定是坏事 第一点 低辐射对人体是有益的 但是 我们人现在也不必要 因为低辐射对人的有限 而去追求那些低辐射 我这么说对不对 我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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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 对不起 我再加两个元素在里面 你一旦回答可能更好一点 好的 第一个我们现在对于低元素的指标 我们还不知道 我理解 我推测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指标 因为会因人而异 对不对 一定会因人而异 对 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也知道 即使太阳光或是大气里面就会有辐射线 对 当然那个程度就更低了 对不对 对 这些因素你要把它加在一起 然后我现在就是怎么讲 麻烦你来给我们一个总结 在这个观念上给我们一个总结 所谓的take away 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人类现在对辐射惧怕的那种程度 是不必要的 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错过很多 对人类造福的机会 我看了很多的这个报道 科学上的报道 它为什么会辐射会 为什么会辐射会对人体健康有好处呢 谈到这个人的抗氧化 因为癌症是因为抗氧化的问题 跟免疫性的问题 辐射 低辐射的介入 他会不会知道 癌细胞 会的 但他知道癌细胞的程度是 一 而能够加强 免疫系统癌症细胞的能力是一百 相权之下 你得到癌症的机会就少很多 这个是有一个初步的报道 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不愿意再做更多的评论 是因为好像我在推销这个事情 因为我目前我的呼吁 我不是在推销说 哎呀 辐射好啊 大家来说点辐射 而是说现在 以第一步来讲 人类对辐射的惧怕 这种心理状态 其实基本上是错误的 这是我的 我希望能够达到的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 不必我去忙了 因为美国科学院 已经开始大肆的进行了 OK 美国的百万人计划 已经在如口如荼的计划 在进行了 这个已经得到官方 或者是科学家 科学界的注重 已经在大肆进行 已经七八年了 但是这个跟广大的群众 有很大的脱节 所以我现在只提倡我讲的第一个论述 我们一般大众 对这 这个惧怕是错误的 是不必要的 这是我现在今天的第一个论述 其他的这个论点 我的书中有讲 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 我这么说回台湾去 有很多这个核电界的好朋友 他们看得很仔细 他说啊 他不是 你说二百三十二个人 有七个人得到癌症死亡 这个与事实不符 我给你一个论文看看 所以呢 他找出一篇论文 这个论文是反核人士的论文 这个论文对不对 对 内容是对的 后来我也仔细看了 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我讲得很清楚 我没有任何推销任何理念的意思 而只是陈述事实 如果有人要挑战说 我的数据不对 那我很容易很愿意接受批评 或者是如果是错的话 我马上就认错改正 我的作为朋友是专业的 他讲说 有反核人士说 你这二百三十二个人 对七个人不对 不是三十倍 而是四倍 也就是说 你这两百三十二个人 本来可以得到癌症 但是得到癌症只有四分之一 而你说这个七个人不对 没有那么少 我一看 原来是你两百三十二个人 本来得了癌症 这人可能死亡了 但是只有四分之一得了癌症 以我的解释来讲 你得了癌症这些人 他并没有死亡 他后来又被治好了 所以他免疫性 增加了反对的这个论文 反而支持了 我这本书里面的这个论点 所以我这本书 如果再版的话 我会把这第二个论文 也加进去作为他的参考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得癌症不见得会死亡 现在得癌症很多 我的朋友得了癌症 他都后来都已经十年都没事 所以积极量的辐射 会增加的免疫 而使你免疫死亡 这个跟我在书里的报告 完全是不谋而合 所以呢 我讲这个论点就是说 我这本书探讨这个目的是 供应数据 而不推销任何亲的理念 最后再购买了 我再购买了 小学习 他一直在呀 在小学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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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